国外也有苗族吗? 好多人问九妹,为什么国外也有苗族? 前段时间的甘纳电影节,穿着一系苗装走上红毯的这位环球小姐就是来自老窝的00后苗族女孩。 其实,苗族作为一个发源于中国的古老民族,经过5000年的大迁徙,今天已经遍布在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,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。 今天,九妹就重点给大家分享苗族是怎样从中国走出去的。 首先,苗族仙明九黎生活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,祖先赤友也是中华三祖之一,后与炎帝皇帝着陆一战,九黎移民南前到江淮和洞庭湖边建立了古三苗国。 姚舜宇时期,三苗集团经过几次大战再次迁徙,先后分三大路线跨越千山万水到达西南地区,形成东、中、西三大方言苗族。 晚清时期,由于朝代更迭和起义镇压,苗族开始了从中国到东南亚的跨国迁徙。 这段艰辛的历程主要分为四大线路,第一,从中国到越南,清康熙到雍正时期,较早的一批苗族经历三四代人,前后从四川来到贵州,再经由广西隆岭、黄尘港等边关来到了越南北部。 第二,从云南进入越南,清中后期,大纳苗族开始从云南进入越南北部。 一批苗族是几代人前后走过四川、云南取境、弥勒、闻山到达越南。 一批则是从贵州东部、广西隆岭、云南闻山到达越南。 第三,从越南进入老窝,公元1810年到1820年,一批迁到越南的苗族从越南跋山涉水进入了老窝, 也有一批苗族直接从中国进入了老窝,这批苗族以白苗为主,今天已经发展成了老窝的主体民族之一。 第四,从老窝进入泰国。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,较早的一批苗族陆续从云南出发,经过老窝最终进入泰国。 后来受到二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,大量老窝苗族涌入了泰国,并从这里迁往了世界各地。 这部分海外苗族把东南亚的古老苗视为祖源, 近年来也有大量的海外苗族学者回到中国寻根问祖。 虽然有着不同的国籍,但他们仍然能够用相似的语言和国内的西部苗族跨世纪沟通, 那种历经血雨类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。 战争,炮火,失去家园和古文字的悲伤,早已被他们藏进了古歌,藏进了服饰的无字史书中, 用美和歌声去诠释,告诫后代,无论风雨,勇敢,美丽而活。 所以今天再次评读苗族的美,你是否有了不一样的感受?